陶瓷 陶瓷五千年 那你要怎麼樣去跨越這個鴻溝 當時我就受到那個印象派的影響 那我們開始就是說學習怎麼樣做油畫 其實油畫我們不會畫 因為尤其是畫在陶瓷上 它的整個邏輯是跟中國的燒陶的技術是完全不同的 那如何去改變這個呢 就是從那個油畫一二三開始 那我們是經過了三十年的這種研究 一年一年一年累積 到最近為什麼你看到這作品 會感覺到它特別的漂亮 因為我想燒陶瓷大家都會燒 如何能夠做出那個傳飾品 傳家寶 那都價值不同的 那怎麼辦呢 可是這個陶瓷做出來以後 它還是會有一點點缺陷 我們再把油補上去 再高溫再燒一次 就發現說第二次燒是差不多接近一百分 但是呢 再回頭看 第一次只燒一次的呢 大概只有五十分 就覺得說燒兩次 那個心理狀態改變以後 這個作品就與眾不同 因為我的朋友都在蓋房子 我想說既然我都是做陶 那我何不再在陶瓷上蓋我自己喜歡的房子 那我這件作品的概念是想說 就是現在人類對土地的破壞 那有些生態它會越來越茁壯 那未來的世界可能你房子是蓋在花上面 花可能它我想像未來的世界它的花會很堅硬很重 所以花長在天上 然後房子蓋在花的上面 其實投入在陶瓷行業裡面有三十年的心血 那不希望說在我們這一代就斷掉 那所以我們就回來投入這樣子 這一個行業裡面 我會有這樣子的作品出現 其實最主要是因為從臨磨開始嘛 那臨磨完了以後 那慢慢慢慢有自己的發想 有自己的就是概念出來了以後 然後我才會有得獎的作品這樣 然後再來就是我本身比較愛漂亮 所以你會注意到就是我在眼睛的部分都會有加 就是睫毛的部分可能比較誇張一點 因為我的這個比較像是我自己的個性這樣子 我很喜歡在陶瓷上弄一些故事性讓它有生命力 所以我才會畫有關於兒童節這個主題 因為我很喜歡在陶瓷上面放小女孩 我很喜歡有人物性 所以讓那個陶瓷有就是看起來很討喜 所以我會給它一個故事性 因為會取這個名字 因為我把女孩的頭髮畫成很像被風吹過 然後也畫很多花很多樹 然後隨著女孩吹笛子 這樣輕快快樂 然後自由自在的在吹中這樣 我是李秋蓉 那我的作品大部分都以花卉為主 那為什麼會喜歡花卉是 是我覺得花卉它會展現一個生命力 對 那還有顏色很豐富 花卉我覺得可以代表很多 我們的人生每個階段 那就是一個人的過程 就很像那個花的過程 所以我可能這輩子都會畫花 D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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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